然後 我覺得這樣比較簡單 簡單明瞭 因為這樣個資太多 其實有些外人 拿在手上就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比較好啊 對啊 比較有質感吧 我覺得 我覺得新的版本 它比較有設計感 因為正面乾淨一點的話 對人像的圖顯比較清楚啊 然後個資也不會直接被看到 我覺得正面個資比較少的話 是比較OK的 對 因為畢竟現在蠻重視 自己個人隱私的 好像少了点什么 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好看 这样看起来就感觉白白 就感觉没有什么东西 国旗还是要保留在身份证上面 毕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的东西 然后留在身份证也代表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象征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来讲 有没有国旗代表自己的身份 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份 所以当然身份证一定是要有国旗 这才是可以证明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我有这个身份证我有这个国籍这样子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国旗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自己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不用刻意的把国旗就是贴的全身都是 加了国旗感觉就是在挑衅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因为两岸的东西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宁愿就是说先不要放 然后或者是用民调的方式来看大家喜不喜欢 万一身份证弄丢你就等于什么都没了 身份证不见仅多担心身份证的相关东西 但是你现在是之后的很多东西都要担心 然后很多东西都要重用就比较麻烦 就自己在使用的话 我就带一张卡就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我不用皮包不用放那么多卡 我觉得或许对有些人是便利的 但是如果往远一点想的话 就是会想到说我个资会被真的会被 使用到其他的地方这样子 健保卡跟其他倒税的 我觉得身份证在一起是非常方便 我觉得电子身份证应该是一个趋势吧 我觉得如果人会担心他个资泄露的话 其实他就不要去申办 不要去申办信用卡 不要去路上乱填一些抽奖资料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本之道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现在每个人健保卡跟身份证 全部都放在...几乎都是放在一起啊 所以假如掉了就是一起掉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张卡可能还比较方便吧